维修师傅打死都不会告诉你的维修技巧 1.燃气灶点火松手救灭 需要按很长时间才能打着火 其实是感应针上有污垢导致的 我们找个普通砂纸轻轻地打磨一下 这样打火一点就着 2.燃气灶使用久了 出火不均匀 其实是分火器堵塞了 碗里加入小苏打 一勺面粉 白酒 再倒入清水 搅拌均匀 把分火器放进去静置五分钟 这样就清洗干净了 清洗后火力又大又均匀 3.燃气灶 燃气灶打不着火 不要再用打火机去点了 太危险了 其实只是这个分火器堵塞 首先用牙签将上面的小眼捅开 然后在碗中加入洗洁精 小苏打 清水稀释 把分火器放进去摇晃几下 这样就清洗干净了 原样装回去打开燃气灶 火力又大又均匀 4.家里的燃气灶经常出现发红的火苗 燃烧不充分还会非常的废弃 甚至锅底还会熏得特别黑 首先第一步要先把旋钮开关调制到小火状态 然后再调整炉具底部左边拨片 拨动拨片将小圈调整到蓝火状态 把旋钮调整到九点钟方向 让外圈燃起来 接着再去调整第二个拨片 观察火焰的颜色 直到大圈变成蓝色即可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实用小技巧